国光剧团最近推出新戏康熙与敖拜 他要演绎少年康熙和野心勃勃的敖拜 两个男人的君臣相争 导演李小平说相较于原著以历史事件为主轴 康熙与敖拜要着重在人性的刻画 他们重新演绎大致若愚的康熙 还有心机深沉的敖拜 14岁的少年皇帝康熙如何料到密谋篡位的普政大臣敖拜 这是国光剧团的星座康熙与敖拜 8岁登基在位61年 康熙有着一代明君的历史地位 康熙与敖拜对这位皇帝有着极为细腻的燃性刻画 他如何面对了敖拜 就不可能是所谓叫必然的偏侠性 因为你登基 因为是明君 他必然性我觉得那种写的就很平面 那以今天我们来做人物刻画 他其实有很多过程是做内部思考的 我们强化了他作为人的这些情感情绪的判断基础 以年过40的小生唐玥航如何演绎14岁的少年康熙考验唱功 其实那个就是航档的那个规范 有给他一个模拟 就是小生叫若冠之年的 然后他把他的声音符号 我们讲叫城市化 就用他的细节的声响 声情来演绎一个青年若冠的声音 他确实是一个小朋友 但是他却有一个超人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心理状态 使得他能有能够表现出了 他是一个少年的皇帝 这个我觉得要把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准确度要把它很好的拿捏住 饰演敖拜的当家老生唐文华则得跳脱狡诈坚诚的 胆衣面向 必须要兼备的声行里面的儒雅之气 因为敖拜还是有读过书的 对他有读过评书也好 读过许多多的一些人生的历练 然后他还有这些这个是一种赤子之心 然后卫国的这种这种雄心壮志 所以他是满洲第一大勇士 过去多以女性为主题 国光剧团这一次演绎男人心机 重现历史双雄的政治角力